智能AI是致力于解决通常与人类智能相关联的认知性问题的计算机科学领域 这些问题包括学习、创造和图像识别等 现代组织从各种来源收集大量数据 例如智能传感器、人工生成的内容、监控工具和系统日志 人工智能的目标是创建从数据中获取意义的自我学习系统 然后人工智能可以应用这些知识以类似人类的方式解决新问题 例如人工智能技术可以对人类对话做出有意义的响应 创建原始图像和文本并根据实时数据输入做出决策 您的组织可以在您的应用程序中集成AI功能 以优化业务流程改善客户体验并加快创新 在Ilan Turing 1950年的开创性论文 计算机械和智能中他考虑了机器是否会思考 在本文中Turing首先创造了人工智能一词 并将其作为一种理论和哲学概念提出 在1957年至1974年之间 计算机的发展使计算机能够存储更多数据并更快地进行处理 在此期间科学家们进一步开发了机器学习 豪生算法该领域的进展促使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 DERPA等机构设立了人工智能研究基金 起初这项研究的主要目标是发现 计算机是否可以转录和翻译口语 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 可用资金的增加和科学家在人工智能开发 中使用的不断扩展的算法工具包简化了开发 David Roon Lert和John Hopfield 发表了关于深度学习技术的论文 这些论文表明计算机可以从经验中学习 从1990年到21世纪初 科学家们实现了人工智能的许多核心目标 比如击败未免世界象棋冠军 与前几十年相比 现代时代的计算数据和处理能力更强 人工智能研究现在变得更加普遍 更容易获得 它正在迅速演变为人工通用智能 因此软件可以执行复杂的任务 软件可以自己创造决策和学习 这些任务以前只限于人类 人工智能有可能为各种行业带来一系列好处 易解决复杂的问题二 提高业务效率 三更明智的决策 四实现业务流程自动化 人工智能架构由四个核心层组成 这些层中的每一层都使用 不同的技术来执行特定的角色 第一层 数据层 人工智能建立在各种技术之上 例如机器学习自然语言处理和图像识别 这些技术的核心是数据 它构成了人工智能的基础层 第二层 机器学习框架和算法层 机器学习框架由工程师与数据科学家合作创建 以满足特定业务用力的要求 然后开发人员可以使用预先构建的函数和类 来轻松构造和训练模型第三层 模型层 在模型层应用程序开发人员实现人工智能模型 并使用前一层的数据和算法对其进行训练 这一层对人工智能系统的决策能力至关重要 第四层 应用层 第四层是应用层 它是AI架构中面向客户的部分 您可以让AI系统完成某些任务 生成信息提供信息或做出数据驱动的决策 应用层允许最终用户与AI系统进行交互 如今人工智能领域百花静放 全球科技巨头争先孔后发布checklay相关产品 试图挖掘AI的巨大价值 但是人工智能的研究和开发如何聚焦于是当今强大的 最先进的系统变得更加准确安全 稳健一致透明可解释可信且可靠 是所有人更关心的话题 爱惜学生